我问一下介大师 我觉得这个核武的部分 我今天特别把这个资料丢出来给大家看 因为在我们的观点当中 俄罗斯如果一动用核武的话 恐怕真的就是一场世界大战 不过当然大家也说了 在乌克兰如果久攻不下 而普丁一定要赢的话 他可能会是小范围的利用核武 但不管如何这一下去 真的就是生灵涂炭 一片焦土的概念 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原来美国在别人的国家 部署了这么多的核武 是美国的核武 然后更可怕的就是 我看到波兰的部分 这是美国驻波兰大使讲的 这还不是什么华盛顿邮报报导 什么金融时报报导 没有出处的 这是美国的驻波兰大使告诉大家 美国要把在德国的部分核武 放在波兰 那这个动作是怎样 就是剑指俄罗斯 对 这样让波兰人安心 波兰人是安心还是会更不安心 现在上一次有一个俄罗斯的民调 现在俄罗斯老百姓除了乌克兰以外 另外一个想进攻的对象就是波兰 因为他们认为波兰跟乌克兰 是造成乌克兰这个事件 一个很重要的幕后的影响者 所以现在一个讲法就是说 俄罗斯会不会用这种低当量的 这种所谓的杀伤力比较小的这种 这种小型核武来用 来用在战场上 那小型核武这种 这种小型核武 事实上它的投射方式 现在已经简单可以用这个大炮打出去 大炮就可以了 不要用大炮就打出去了 那它杀伤范围的话 它可能就是说这种 这个一个半直径 差不多一两公里之内的 对 所以你看到 我刚跟大家讲 这是加拿大的军事报告 就告诉大家 美国现在部署了150枚的核武飞弹 放在德国 荷兰 意大利 土耳其 比利时 是什么样的核武呢 这些都是使用门槛比较低的新型核武 威力巨大 从部署的地点来看 几乎全部都在俄罗斯的眼皮子底下 因为核武现在就我们从国际关销 它是一种战略性的武器 它是威责的 是不能使用的 因为这个核子武器从在冷战时期 它就有一个双方就发 任何核子武器国家都发展一个 什么叫战略就好 保证相互毁灭战略 就是说我这个核子武器绝对可以保证 你如果打过来的话 我可以把你 你可以把我毁灭 我也可以把你毁灭 所以普丁讲的这四个条件 基本上就是一个互相毁灭 就是确保相互毁灭 你只要敢用核武攻击 我或是我的这个核设施的话 我几秒钟之内 我会毫不犹豫的按下去 但那个当下 其实对于全世界的领导人 当然就是核武大国来讲 我觉得那个思考也蛮可怕 因为你必须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做出判断 要还是不要 yes or no to be or not to be 是不是 那现在这些核武大国 只有中国大陆讲说 我不会率先使用 然后我不对 非没有核武国家使用核子武器 这是中国大陆讲的 可是你看俄罗斯就不这么讲 美国也不这么讲 所以确保双互毁灭的 其实这一定做得到 为什么 其实真正的杀手舰是核子潜艇 因为等地面都打完以后 事实上的话 那个核子潜艇 它那个是第二级的力量 那个第二级的力量 因为核子潜艇 它是可以长时间留在水面底下 所以你地面上大家这种 你现在这种核武器 有三种投射方式 一个就是所谓陆机的 从地面上的这个飞弹井打出来的 另外一个就空机的 你可以从战斗机上面 是大型的战斗机 那轰炸机更不要说了 都可以投射核子武器 那第三种就是水面下的 这个打击能力 这个现在这个美英发厄中 东东有这个能力 那这种地下的这种 这种核动力潜艇 它没有它一下水以后 全世界都追踪不到 像我们刚刚立刚讲说 我们台湾出去就2000公尺深了 那所以你有的地方 你知道到了大洋里面 没有人知道 那只有指挥的中心可以 它给你一个指令 所以这个不晓得从任何 可能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它就可以射出来 以现在中国大陆的叫 这个巨浪2巨浪3 在它的核子底下 它一个核子潜艇上面 可能就是差不多 十几枚到二十几枚 这种巨浪1巨浪2巨浪3的 然后它射出来一个弹头里面 还有好几个核子弹头 所以它可以确保你 让你确保你也得到毁灭 所以核子弹这是很恐怖的 真的就是全球毁灭 另外一个讯息你看到 就是乌克兰控诉说 俄罗斯不是占领了 他们的车诺比核电厂吗 他说洗劫核电厂里面的 中央分析实验室 把放射性的同位素样本 全部带走 摧毁实验室 是想要干嘛 另一头美国也指控说 普丁正在考虑动用化学武器 除了核武之外 还有生化武器 当然这个拜登 他此刻他的民调非常的低了 低到史上新低 他的制度只有四成 四成差不多是川普 这个我们看到有没有 这个真的是很低 所以拜登此行 你觉得他这个此行 比较多的是要去拯救乌克兰 要指战 还是比较多的是要去建立 他强人的形象 去挽救他的民调 然后这个方式有没有用呢 美东时间3月23号早上8点40 他会到比利时布鲁塞尔 这是北约的一个总部 然后这时候他应该会宣布一些 会带一些礼物去吧 就宣布一些新的一些制裁方案 然后马不停蹄到波兰华沙去 他到北约OK 跟所有的领导人会面 大家合纵联横 互相协商脑力激荡 他到波兰干嘛 谢大使 他到波兰 会不会泽伦斯基 跑到波兰去跟他见面 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说 欧乌战争 就是说整个战争里面 在北约还有欧盟里面 美国最坚强盟友就是波兰 波兰现在也承受最多的 这个难民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他选择波兰 是有原因的 因为波兰这个跟西乌克兰 事实上有非常深的历史 甚至血缘关系 所以波兰现在是等于 整个北约整个西方 在美国的盟友里面 最坚持美国的策略 就是严厉制裁俄罗斯 然后全力支持乌克兰 那这个跟法国跟德国立场 不太一样的 法国跟德国希望这场战争 尽早结束 那可是波兰是非常非常坚决的 所以我觉得他选这个波兰 是有他的这个有目的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就拜登来讲 他这次到欧洲走 这是一场他个人的政治大秀 他这里面也会跟泽伦斯基同台 在这个华沙的这一场的 不在这个北约的这场 特别高峰会 泽伦斯基应该是视讯了 视讯 那就是说会是一个高潮 我觉得是一个高潮 你想看这么多领袖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特别高峰会 大家都来听泽伦斯基的讲话 泽伦斯基的声望也会到最高吧 我想这是一个最高点了 后面可能就很难再造出 这么高的事 对 那另外还有就是美国到乌克兰 到波兰 在波兰发表强硬的强化 另外乌克兰 波兰现在是全世界收乌克兰难民最高的 但是我也担心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场俄乌战争 其实这个乌克兰算是 这算是一场代理人战争 因为美国透过乌克兰的这一仗 当然倒霉的是乌克兰 但是问题是有效的拖住俄罗斯 而至少俄罗斯的这个经济 大概大家算一算 大概十年八年 没有办法回到现在的水准 那么乌克兰会不会是另外一个 拜登心目当中 在进一步打压这个 或是拖垮俄罗斯的 另外一个代理人战争的选项的 一个对象呢 除了这个乌克兰不够之外 我再来一个波兰 双栏齐下 波兰自己也很小心 因为波兰上一次 就因为那个战斗机的事情 已经跟美国已经 等于公开校正了 那所以波兰 我想它跟美国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把乌克兰 好好的支持住 抵在那边 那把那个核武 把核武放到波兰 这个波兰好像也不得不接受 是不是 接受这个美国放来的核武 对波兰是 你觉得是好的吗 现在我想就是美国 现在放核武 对它来讲是一个好时机 也就是正好有战争的发生的时候 它这个国内可能反抗力量不大 因为美国盟友 很多国家是反对美国 把它的核子武器 放到他们的国家里面 比如说这个纽西兰就是一个例子 纽西兰在80年代就因为不是放核武 就是因为美国的核子动力的这个军舰 军事要进入纽西兰的水域 纽西兰就反对 所以纽西兰就变成五眼联盟里面 一个游离的角色 它跟美国关系一直没有办法恢复 所以现在就是说真正在反对 像日本也是反对美军把核子武器放在日本 那到底有没有放我不是很清楚 可是日本民间有一支很强的力量 是很反对核子武器 所以美国现在这个 美国不但在这些盟邦里面放核武 美国也在其他地方试验核武 它核武四暴都在南太平洋 Marshall Island那些地方被它炸的 有几个岛已经炸的 现在居民可以回去了 可是那个岛很恐怖 到我看过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混凝土的 一个圆形的建筑 那个是一个谜 可是它让那些原来被牵出来的 那些岛屿的原住民回去了 那不晓得他们健康情形怎么样 所以美国事实上在核子武器上 事实上是仅次于俄罗斯的 第一大国是俄罗斯 我们看到以这个弹头来讲 这个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和平研究所 俄罗斯拥有6255枚的核弹头 美国是5550枚 那么第三大是中国大陆 目前是350枚这个落差很大 从这个数字来看 当然俄罗斯的落差不算太大 但现在俄罗斯是第一名是没有错 就是全球最大的核武大国 而且美国俄罗斯最近因为经济好转 它的核武有精进 还有一个耗时 耗时也是超高音速的 这种投资核武的这种投射能力 另外还有俄罗斯有个大杀器 叫奥赛东 奥赛东 奥赛东它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鱼雷 它是在水面底下 然后快速的可以 就是说可以制导的 可以控制它方向的一个核子鱼雷 所以俄罗斯为什么普丁 他有这么强的底气 敢跟全世界 因为他知道他这场战争打下来 就是跟美国跟整个西方 站在对立面 他的这个核子武力 从冷战开始到冷战结束 他都没有削弱 而最近几年 他的核子武力是往上走 不是往下走 而且他的投射能力很强 但我要问基大师 就是说会不会这场战争久打不下 然后当然这个普丁 也有面对一些国内的一些压力 包括他个人的这个声望 包括这个经济上的一些后援 包括一些民心士气等等 最后这场战争会以核武告终 会吗 我觉得可能性是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那如果说就是因为 俄罗斯有这个核武的大杀气 美国拜登总统 从头开始就讲 美军不会参战 然后这个北约的秘书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是就是核子武 就是核武 那北约的秘书长 本来是非常好战的 可是他已经多次讲 北约绝对不会涉入 乌克兰的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密质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 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就能够享优惠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